花蓮市国风街28号下有一点多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汽车撞上一台机车 而机车骑士摔倒并且被汽车给碾过 人整个就被压在汽车底下 只露出一个头在车外 而消防局动用千斤的把汽车给架高 拉出伤患紧急送医 而肇事的汽车驾驶呢 则是吓得在路旁发抖大哭 直说他根本没有看到有汽车 至于肇事责任归属 这由警方来调查联群 28号下午1点多 救护车和消防车紧急冲往花蓮市国风街口 因为国风街21项路口发生车祸 而其中汽车骑士整个人就被压碾在汽车底下 只露出一颗头 还在苦苦哀嚎当中 消防人员赶紧动用千斤顶 把汽车架高拉出伤患 做好固定措施赶紧把伤者送往医院 而汽车驾驶则是吓得在一旁巴抖大哭 直说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机车 你转过来他是骑摩托车 你是说先不要问他 你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他 你要从这里 从这个路口 这个路口要右转 阿伯呢 你知情吗 我没有看 我有转 他从哪里过来 我也不知道 好 没关系 因为我确认四处都没有车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转过来的时候就有一层的路车 好 没关系 好 没关系 你先冷静一下 周边店家也表示 听到大声撞击声响才跑出来看 而这个路段确实经常发生车祸 听到大声一天 叫车车 我们都没有看到 很大声 因为很大声 这个路口常常有车 对啊 这边还蛮长的 你看我们才来两个月而已 就看过三件车祸了 警销人员迅速把伤者救出送医 也进行后续的肇事调查 而相关的责任归属 则将由警方来做详细理清 这里会幻视报道